大家好,这里是葱花美食 今天来分享一款用花生米做的馋腿小零食 酥脆香甜,非常好吃 下面来看一下具体做法 首先把两个鸡蛋打散 打散之后倒入半斤花生米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3克白糖 加入白糖的话炸出来更加酥脆 再倒入两大勺的玉米淀粉 粗粉的搅拌均匀 接着再倒入一丢丢的面粉 搅拌均匀之后再倒入少量的撒拉油 加入油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 锅中加入稍微多的油烧至六成热 把花生米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把粘连在一起的搅拌开 一直炸至颜色微黄捞出来控油 花生米就炸好了 吃着非常酥脆 锅中再倒入30克的水 加入60克的白糖 搅拌着融化 用小火一直熬至出现密集的白色气泡 接着把花生米倒进去 撒入少量的白芝麻 快速的翻拌均匀 这个过程不需要关火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倒出来了 稍微放凉之后 吃着非常酥脆 口感微甜 越嚼越香 是一款很不错的自制小零食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 这里 我是葱花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